今天的ET国股推介是光大环境257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组减选原因 是港股维持震荡 策略选股以众国策股为主 炭中和是国家的战略部署 新能源股轮流启动 表现持续跑赢大市 股值比较吸引的环保股 像是光大环境可以加以关注 市场预料光大环境今年会迎来收入和利润的高峰期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光大环境 今年的盈利预料录得74亿 增长2乘3 2022年2023年的盈利分别是77亿80亿 分别增长5%4% 光大环境股价昨日升约6% 策略上建议5个8附近买入 上网7个月 回吐适宜守着5个3 中文字幕提供